台南市区出现了危险驾驶 一段行车记录器曝光了 直见的画面当中 这辆白色轿车 不止违规跨越双黄线 在大马路上蛇行 还不断的急杀 后方车辆差一点撞上 就把行车记录器交给警方检举 而远警呢 也依照违规跨越双黄线 以及危险驾车 质单举罚 大马路上一台白色轿车 横跨双黄线冲了出来 从内侧车道直接切到外侧车道 又想切回来还不断急杀 让后方车辆差点撞上 好在驾驶反应快 方向盘一转 删到对象车道 才没酿成追撞 也幸好当时没有来车 但白色轿车的疯狂行径还没结束 只见绿灯一亮才刚起步 他马上急杀 连续两次逼车意味十足 接着又开始蛇行 一下减速一下加速 随意变换车道 后方车辆完全不敢靠近 就怕撞上去 时候车主路下这段影像 向警方检举 这种情形的话 除了说我们车上有行车记录器以外 就碰到这种有一点疯狂驾驶的人 我们收证之后 还是停到路边比较安全 不然有时候不知道 他下一步要怎么做 我们也不晓得 事发在台南南区金华路二段 21号下午一点多 可以看到当时路上车辆其实不少 而这位驾驶的疯狂心境 已经为其他车辆带来困扰 远警也依违规项目 置单举发 在违规回车之后 在行驶途中 那任意减速煞车 并于车道中暂停 那警方审视上诉违规 是属于违规属实 白色轿车 除了违规跨越双黄线 可罚1800元 另外危险驾车 最高也可处 新台币24000元罚还 并吊扣驾照6个月 车上驾驶是为了一时好玩 又或是心怀不轨 在马路危险开车 这下也必须为自己行为付出惨痛代价 既有黄富奇台南报道 受到